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方大言 我是方砖 咱们今天再讲一个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关于滴滴出行重新上架 正好怼上强国交通 而且强国交通怼上之后 马上强国交通又遭遇批谣 遭遇各部委什么撇清关系 这事特别有意思 里边充满了八卦的信息和味道 所以咱们今天花点时间详细的来说一说 好 怎么回事呢 老规矩咱们先来说新闻 那自从2021年的7月份 滴滴遭遇国家网信办 依据8888一个种法律相关规定 进行下架之后 所以滴滴出行就像小媳妇一样 那个一个男哪 那么我们熟悉过去的朋友都知道 是吧 稍微提一嘴 给那些不知道朋友提一嘴 就是他之所以被下架 不是因为什么狗屁的安全问题 就是因为他违规上市 大领导不爽了 一尊看他不顺眼了 又收拾着给他穿小鞋 就这么点事儿 那么眼下呢 在这个春节前 滴滴终于是重新的 能够在安卓和苹果上重新上架 要知道过去的时间里边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边 2021年开始 2022年 再加上这大半年 近两年的时间里边 滴滴真的跟个小媳妇一样 夹着尾巴做人 他只能通过什么微信小程序 支付宝一些什么扩展程序 来使用 那叫一个艰难 堂堂正正的企业 堂堂正正的公司 没有一个自己的门面 那现在呢 终于是有了 按说呢 对于滴滴来说是个好事 其实我们知道呢 因为整个 当你醒过来的时候 风云突变 这个江湖 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江湖了 你这个滴滴 也不是以前的滴滴了 所以这个 咱们先按下不表 把这事先说清楚 但可乐的的是呢 他正好怼上 这个学习强国 你看啊 根据这个中国北京市委 据说是内部的机关报 北京日报 很著名的 北京日报的报道 说学习强国将推出首个 你听这口号啊 学习强国 所有人都知道 学习强国平台 要推出首个 都是关键词 国家级 又是一关键词 然后交通出行平台 叫强国交通 说学习强国平台 与相关部门 联合打造强国交通 这一数字立体交通 应用平台 你听得出的多牛逼啊 强国交通 已纳入数十家 网络交通公司啊 我们的运力充足 车型丰富 预计啊 能够这个占就占有 这个市场占有率啊 达到90% 那就真的就是 比那个天山同老还牛逼啊 八荒六合 唯我独尊啊 你60%呢 就别人都去死就完了呗 是这意思吧 但更有意思的是 在人家上台之后 打完一套天龙八步 什么各种十八掌 八荒 什么六合 唯我独尊公之后 马上短短的一天之内 这北京日报 还有这个转载 他的这篇日报 这篇文章的这些网站们 纷纷都是把文章删除 或者下架 然后呢 中国的交通部啊 在本周四通过多个媒体 多个渠道 以不具名的方式 以光速来撇清和强国交通 没有关系 咱们一起来看图片 你看通过图片显示的非常清楚啊 说近日有媒体报道啊 运输 交通运输部与学习强国平台 联合推出了强国PP 界面新闻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 此事与学通运输部无关 该消息有误啊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放大图片 在这个他们为媒体放出的强国交通的页面上 你看到这个约车页面啊 什么什么信息大厦 不是上帝创新大厦呀 什么什么北京上帝 什么什么酒店啊 什么这些东西咱都不管啊 它在约车这个栏上面 咱们看这个是什么 学习强国树盖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国 国徽 然后交通运输部 这牌正不正 我就这么跟你说啊 观众朋友 你们在中国国内 但凡能够经营一个品牌 经营一个APP 然后你能够有这仨玩意儿 顶头上 你别说是运输 你别说就是约车了 你就是约那啥 都能火 而且是爆火 对不对啊 这三个玩意儿是随便一个人 就没有沟通 没有审核 没有各种资质 没有背后运作 这三个玩意儿就能顶上去的 你是觉得我们观众都是傻子 是不是 对不对 这个 你怎么解释 无法解释 只能删帖 所以啊 针对这个事情 网上说什么都有 有说这是什么野鸡公司 碰瓷学习强国的 也有人把后面据说什么出资方 什么老板都挖出来了 等等等等 这事得分两头说 首先如果说一点就是说没有证据的 这先说好啊 这是我没有证据的推测啊 纯推测 连逻辑都不完备的这么一个推测 你们过往言之过往听之 这事有可能是个坑 如果根据墙内有些所谓爆上来的消息说这个公司注册资本只有三百多万 是某个什么前记者他们在运作的一个什么公司 我就不点名了啊 因为没有证据啊 据说如果是按这个说法的话 那你想这个事情一个创业者也好一个老板也好 甭管他注册资本多少钱 你搞一个强国交通这样的碰瓷 你说你碰瓷你得有老板啊 咱们说什么叫碰瓷 碰瓷的 这事特别有意思 碰瓷的背后的依据是中共的国家的管理不健全以及法治法官的愚蠢判决 对吗 之前没有那么多碰瓷的 所谓的万恶的旧社会才有 那新时代 所谓的中红人民人民站起来的新时代 在彭宇案之前没有那么多碰瓷的 是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官足够的蠢 至少是那个判案的法官足够的蠢 才导致了今天这么多的骗子可以拿这个来讹人 老百姓一想 哎呀 那彭宇案对啊 为啥倒地了 那我不敢啊 我惹不起啊 我干脆就给点钱死了完事了 对不对 正是因为你法治的不均 你的法律是碰瓷的骗子背后的支柱 这叫碰瓷的逻辑 如果你换一个国家 像某些对吧 非洲啊 或者中东某些国家 看见躺地上呢 油门踩死 车速飙起来 打开氮气喷射 你放心 我给你打保票 专头给你打保票 除了那个不想活下去的之外 没有人再去碰瓷了 而且有两个这么的例子 这个地区碰瓷的人绝技 你信不信吗 我把话撂着 你信不信吗 对不对啊 所以说碰瓷的逻辑是背后必须有一个靠得住的靠山 那你说他们所谓的推出的那个公司也好 或什么什么什么人也好 他想碰瓷学习强国 想碰瓷交通部 他背后 就说我碰之前 我背后没有后台 我背后没有靠山 我就去碰去 你想想 可能吗 所以说这事 如果说按照纯推测来说 它是一个 有可能是一个坑 比如说如果这事是真的话 那就是把这个公司的领导 或者谁 把谁坑进去了 其他各部委 做局把这人玩了 这是这种可能性 但我认为这个事情 就过往言之 过往听之 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没有证据 那么第二部分 我认为是值得说一点的 是符合逻辑闭环 这个逻辑的 这个流程的是什么呢 它是中国未来的一个必然性 什么意思 刚才咱们前面说了 滴滴 是什么时候 滴滴是一个市场经济环境下的一个 应运而生的产物 它是人民出行 或者说怎么说呢 它是经济翻了的一定程度之后 才会出现的这么一个玩意儿 以前是没有这个土壤 你推出去公司也没有用 必须要交易的这种频率 用车的需求 达到一定巅峰之后 才会有这个东西 所以滴滴应运而生 它是这个世间 这个资本市场上自然产生的逻辑 因为你要想用滴滴打车 我现在要出门 我为什么要出门 或者是我有需求 我有消费 或者我有利可图 我要谈事情 有需求才有滴滴 这是第一点 那么今天 滴滴被封印了近两年之后 它再上台 我问你 它还是以前的滴滴吗 这个中国还是以前的中国吗 不是了呀 风云变换 在滴滴这两年 两年沉寂的时间里边 咱们伟大英明神武的圣上 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玩了这么一大一套大戏 把整个跟中国 跟发达国家的关系 全玩断了几乎 然后还自己连任 还等等等等 一系列的事情 这些都是滴滴沉寂 过程中发生的 那中国的友工部门 还会允许一个市场化的滴滴 再次出来不受控制 然后下次再给领导脸上 巴再来一巴掌 我就上市了 怎么的吧 还会吗 不会 他必须要从 怎么说呢 那个词叫什么 从源头 对不对 他必须从源头上控制住 类似于阿里巴巴 类似于马云 类似于其他这些 任志强这些人 我必须从言论上 从源头上 从各种维度上 当然维度它没能力 就是它想 那个愿望 我控制住你 我不能再让你们这些公司 自由生长 所以这个学习强国 迎运而生 以后可能它不叫这个名字 或者说其他的什么东西 最终未来会出现一个 类似于这样的源头的一个部门 或者一个后台 或者一个APP 或者是一个什么东西 从它作为源头 像加三插队挤进来的一样 然后把这些滴滴啊 支付宝啊 这些东西全改到下面去 你们必须通过我 你们才能够数据啊 各种各样的什么东西 然后呢 我来监控把控 未来一定会出现一个这个东西 然后在这个框架 在它这个给你的框架下 所谓的市场经济 我们称为伪市场经济 应运而生 在中国蓬勃发展 那个蓬勃发展是加引号的 未来一定是这样 我们的出行 你从哪来到哪去 你是谁 这三个问题 哲学家都没想明白 人类学家都想疯都想不明白 中国解决了 中国在党的英明神 生活的论者在解决了 那你是谁 我让你是谁就是谁 你是不是兔子 你是不是兔子 对对对 我就是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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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从哪来到哪去 对啊 几点钟几分上了车 坐到什么样子 什么样子车 上车之后 什么样的姿势 什么样的动作 到哪个位置下车 你干嘛去了 进哪个酒店 全部监控 中国人均好几个摄像头呢 干嘛吃的 当然在这种监控下 孩子丢了 是找不回来的 这是属于不可抗的原因 那找不回来 无奈 无奈 真的无奈 这事就是这样 滴滴别看他上了架了 别看他好像怼上薛西强国 而且薛西强国好像翻车了 被批谣了 实际上这是大势所趋 只要中国目前的政治方向 政治路线不改 什么几个核心 几个意识 几个维护 你放心 我说的这是后面 这些事情后面一定会上演 除非是中国向人家越南学习 对吧 有一定系列的变化 虽然是以党争为背景 在后面 但是有一系列的变化 那后面就不好说了 否则的话 你看着吧 这事儿板上钉钉 好了 关于这事儿呢 就是对砖头 对这个薛西强国和这个 不是薛西强国 对这个强国交通 或者滴滴的一些 一点点解读 观众朋友怎么看 欢迎把您的高见 留在评论区 然后呢 如果喜欢砖头这个视频的话 觉得砖头说的还不错的话 欢迎你砖头点个赞 检查一下 您的订阅和小铃铛 还在不在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